推薦大家就是要可以吃 Derek 不管在動物研究 或者在做人體研究 都會發現說他有一些抗癌的效果 可以減少大腸癌的發生 今年6月份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重量期的期刊 他發表這一個 第二期的臨床研究 他那藥用了半年之後發現 胎細胞百分之百消失掉 我要跟大家說說 因為現在大腸癌之瑜 還是跟你的得到時候的分歧有關 對如果你是比較初期 其實治癒率還算不錯喔 多少 這至少有九成以上 比較初期大概有九成以上 對然後一般是以手術為主 然後當然就是把腫瘤切除掉 然後進一步去做化療啦 或者是做標靶治療 那現在也有最新的我們叫免疫療法 免疫療法 像今年六月份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重量期的期刊 他發表這一個 第二期的臨床研究 他找到一個新的免疫治療方式 針對第二期跟第三期的直腸癌患者 他那個藥用了半年之後呢 發現癌細胞百分之百消失掉 所以是非常令人震驚的研究 那這事後之後可能醫學慢慢會陸續 應用在臨床上面 是 所以這目前來講的話 他算是特別的療法 還沒有普及就對了 還沒有普及到 醫師啊 可是我之前有看到一則新聞 是一個大約六十歲的阿伯 他是被診斷末期的大腸癌 但是他沒有灰心 他砸了四百萬元 好像做了一個特殊的治療方法 最後他的腫瘤消失了 這是為什麼 他這個治療方式叫做細胞治療 細胞治療 細胞是一個很新的治療方式 那這是將我們身體裡面的血液先抽出來 然後裡面有找到兩個細胞 一個叫做素塗細胞 然後一個叫做自然殺手細胞 殺手細胞感覺上就可以抗癌囉 他是在我們的體外讓他增生 他類似用培養敏的方式啊 讓這個 抗癌的細胞增生 然後再打回身體裡面 是 那來幫助我們找到這些癌細胞來攻擊他 所以他是一個叫我們叫細胞療法 那這些但是這是一個很新的治療方式 那他的優點就是說 他是算還蠻安全的 因為畢竟是自己的血嘛 打回去身體裡面 他比較沒有一些排斥的問題 是 那但是缺點的話就是說 那目前他的證據率還不是很清楚 因為他剛發展中 那他大概還沒辦法當作是一個單一的治療方式 像那個新聞中那位先生的話 他除了用這個細胞治療之外 他事實上他原來的 傳統的化學治療跟標靶治療 他也沒有斷喔 所以我們認為是說他有點像是1加1的效果 更好的組合 對 那之後呢可能還需要更多的 臨床研究的實驗數據才能佐證說 這個細胞治療有多少好處 但是就是有個希望啊 沒有錯沒有錯 對啊 因為既然在台灣大腸癌的發生率這麼高 而且離婚的人數這麼多 實際上就是醫生一定是鼓勵大家 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 然後定期去做大腸鏡的檢查 提醒大家現在政府有出錢 那50歲以上的民眾呢 可以做糞便前血檢查 那其實上這樣糞便前血檢查 找到的大腸癌都是比較初期的大腸癌 所以建議大家這個每兩年一次的糞便前血檢查 應該去做喔 今天謝謝醫師 謝謝醫師 很重要正確的知識 謝謝